原标题 埃塞俄比亚以前有1200公里海岸线 为何现在成了内陆国 咱们国家的人对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 以下简称埃塞并不陌生 埃塞在非洲国际舞台的出境率是比较高的 一,咱们国家与埃塞的关系是人皆知 二,埃塞首都亚地斯亚对吧 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 在1993年之前 埃塞拥有一千二百公里长的海岸线 而在1993年之前 埃塞拥有的海岸线是零毫米 那么埃塞原来一千二百公里的海岸线都去哪里了 答案是 被1993年从埃塞独立的厄历特里亚全部带走了 有人说厄历特里亚真够狠的 和老大哥埃塞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分家时 竟然一寸海岸线都不给 而埃塞则悲惨地沦为内陆国 你看看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占据了前南大多数的海岸线 环米波黑流20公里海岸线 斯洛文尼亚也有47公里海岸线 黑山也有一部分 你如 我们厄历特里亚人为何如此 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 没有给埃塞留一寸海岸线 这就对了 这1200公里的海岸线 本就是厄历特里亚加入埃塞时代来的嫁妆 现在分家 厄历特里亚当然有权力带走所有嫁妆 很多人都以为 埃塞与厄历特里亚是主动结合 而在厄历特里亚人看来 他们和埃塞本就是两个平等的个体 他们是被迫加入埃塞的 本来不愿意 厄历特里亚认为 在埃塞出现之前 这1200公里海岸线就是厄历特里亚的 埃塞形成国家后 虽然是冷兵器时代 也需要出海口 展开全文埃塞想办法 吞掉厄历特里亚 始终没有得手 19世纪 1801至1900年后起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开通 欧洲船只要去亚洲 走近路必须出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 而恶守红海西岸 靠近曼德海峡中厄历特里亚 就被欧洲列强之一的意大利盯上了 意大利看上了的 不仅是厄历特里亚 还有厄历特里亚南边的高原国家埃塞 意大利决定占领厄历特里亚 一是为了控制曼德海峡 二是为了由此进入埃塞 毕竟 非洲早已被列强瓜分得差不多了 留给意大利的地盘并不多 1869年 意大利开始以不三不四的理由 强奸厄厄历特里亚 并四处骚扰埃塞 埃塞不是意大利的对手 1889年 埃塞承认意大利对厄历特里亚等地的占领 不过 那时的厄历特里亚 还是由几个分散的部落组成 是意大利将这些部落组合成一个主体 取名厄历特里亚 不过 英国也看上了厄历特里亚的特殊战略地位 在帮助埃塞击退意大利后 厄历特里亚就成了英国的地盘 而二战结束后 元气大伤的英国 也无力再管厄历特里亚了 所以 关于厄历特里亚的地位 就交由联合国来决定 埃塞托英国说情 希望能把厄历特里亚的一半个让给埃塞 埃塞愿意交 换其他地盘 英国倒是提了建议 但被联合国直接否掉了 厄历特里亚自然也不答应 埃塞人垂头丧气 但很快他们就高兴的动了起来 美国提议厄厄历特里亚整体并入埃塞 这样埃塞就将拥有1200公里海岸线 可是厄厄厄特里亚在埃塞不是一个省 而是一个地位特殊的自治单位 相当于苏联的俄罗斯加盟国与乌克兰加盟国 但是这已是厄厄厄特里亚所能退让的极限了 埃塞只好同意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 是担心厄厄特里亚作为小国 顶不住苏联的压力 沦为苏联附庸 让苏联人空着漫兜海峡 美国可不同意 埃塞自认为实力强于厄厄厄特里亚 就决定牛不喝水墙按头 著名的埃塞皇帝海尔塞拉西 不断打加厄厄厄特里亚 废除了厄厄厄厄厄的国旗 还抢破厄厄厄厄��文 放弃母语 学习埃塞的语言 1962年11日 埃塞宣布厄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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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的省 有自制权力全部取消 土埃塞俄比牙空姐这一消息 引发了恶利特里亚人的愤怒 从这之后 恶利特里亚人开始反抗埃塞的统治 这一打就是30年 即使是1974年 海尔赛拉西统治结束 即使埃塞得到苏联支援 恶利特里亚的目标依然不变 苏联解体已无力再支持埃塞了 埃塞对恶利特里亚的这场战争 已没法再打下去了 何况 90年代初 恶利特里亚大部分地盘 都被恶利特里亚人控制 埃塞只好任命 于1993年5月24日 作使恶利特里亚脱离埃塞 从此 埃塞丧失了所有海岸线 埃塞当然不甘心 1999年 埃塞又出兵恶利特里亚 企图收回海岸线 但是 埃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他们只能望阳心探 扑埃塞俄比亚铁路在失去了出海口后 埃塞只好重新寻找出海口 埃塞的连国吉布 提成了埃塞最重要的出海口 但吉布提毕竟不属埃塞管 埃塞 埃塞 埃塞俄人的事情是很累的 更多非洲历史地理文章 请订阅微信公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